吉安乡台九丙甘城段11号的上午发生了一起 摩托车致状电线杆的交通意外 女机车骑士在送医急救之后不幸身亡 当地民众表示 这路段来往的车辆车速相当的快 过弯幅度大 常常发生车祸 希望有关单位能够设置红绿灯电杆 来减少事故的发生 从行车记录器的画面可以看见 机车速度似乎相当快 当要过弯时不幸的事就发生了 吉安乡台九丙9公里甘城段 11号上午发生了一起交通意外 一名18岁女机车骑士 流浪往北 骑到该路段时 却疑似转弯不慎撞到了路边的电杆 当地民众在听见巨大撞击声 纷纷出外查看 随即报警 而女骑士在送以后 竟抢救仍不幸身亡 你听到声音然后呢 我就出来 然后出来 他人就躺在那边 那个路灯面底下 三个月 这边也是弄 也就是撞一台 对呀 撞到里面去 撞到里面去 这边会常出车祸吗 对 就是那边应该要有红绿灯 就转完这边 对 那个太恐怖了 那边又有一个巷子 两边都要 那边一定要那个红绿灯 而这一名女骑士 是全民运代表花莲 参加龙舟赛项目的18岁 陈信女选手 11号早上 在受风鲤鱼潭进行训练后 约9点多 骑程机车返家 不幸发生意外 消息传回 对上后 队友感到不舍 而不禁的居民表示 这路段过完太大 车辆车速都过快 常常发生车祸 希望有关单位 能够设置红绿灯电杆 以减少事故发生 记者刘明胜 吉安综合报道